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寶牛 是一名大象医生 我上次的工作已经有二十三年了 日常的工作 就是大象的救助 也包括这回大象 鼻子鼻脱 哎呀 咱吃白的很虾才好得很啊 好 杨牛 它现在采湿的应该是榕树的一种 现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香爸爸 这个很多人听起来也不合适意 有没有比如说寄生虫啊 考虑它是不是喝水喝少了 其实咸爸爸就是因为 需要陪伴大咸妈妈 成长和长大的 就像小孩一样 你这种很多人 我可以说 要是什么 我可以说 那种很多人 你这样 那种戏